各位听众朋友,大家好,阿弥陀佛 每逢12月份的时候,大家都想到到寺庙去吃腊八粥 今年的腊八节是西历的1月24号 我们加拿大福教会战三金色跟晚年一样 准备了几千份腊八粥来跟大家接远 好多朋友就会问,腊八粥的典故是什么呢? 其实腊八粥的因缘是纪念释迦摩尼佛成道的过程 释迦摩尼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位王子 后来为了要追求宇宙人生真理 舍弃了龙法富贵,到山上去苦修 后来他修了六年以后,感觉到光苦修 是没办法了身脱使正菩提的 所以他就到尼连长河去沐浴 使去了他身上的成垢 然后上岸的时候,接受了一位沐洋里的一网奶粥 那么他恢复体力以后,在菩提寺下修行 最后叶赌鸣心,开悟成佛 从那时候以后,我们寺庙里面就会用腊八粥来纪念十二月初八 释迦摩尼福重复的过程 所以我们赞山金色,每一年在十二月初八 都会准备好多的腊八粥来给大家广结善缘 希望大家吃到腊八粥以后,跟释迦摩尼一样 气出烦恼,开大智慧 最后祝愿大家,腊八节平安吉祥 幸福快乐,阿弥陀佛